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一周末 也就是四关 你会获得一个字母 一共打八周末 或者获得八个字母 然后组成个单词就没有了 游戏的流程长度就是四关 最难的其实就是第三关和第四关 尤其是第三关 当年好多小伙伴都过不去 第三关啊 第三关 几乎九成九的小伙伴 都是在这关卡住了啊 过不去 那其实这关呢 是要掌握一个节奏 就在这个地方 上来 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 好 吃 啊 屏幕在圈轴啊 从左边可以跳到右边啊 那你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 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没见过啊 最重要的就是跳到这儿来啊 然后就稳了 在下面还踢呢啊 这里能把他们消灭掉啊 好 就剩下边的了 下面的就好办了 对吧 把这个吃掉 好 这样呢 就算是一周末啊 得到了一个字母啊 那一共你需要收集八个字母 然后拼成一个单词 然后再玩的话呢 就又从一周末开始了啊 那好吧 这个游戏呢 先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啊 大叔玩的时候呢 没有按照奖励的字母的顺序吃啊 如果大家想挑战一下 也可以那样玩 这个游戏因为体积比较小 经常出现在当年的一些40多以上的核卡里面啊 应该好多好多小伙伴都玩过 那好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